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白羊巴 频道 艾万巴 今天不是介绍发剑 也不是介绍玩具 也不是讲清楚 而是介绍女生最喜欢的包包 AMS Birken 30 而今天也邀请了一位助手 就是英武之斗 好 这盒就是今天的主角 非常之大盒 大家看到了 橙色的礼牌颜色包装盒 还有有一条丝带 今天就拉开它 拿个袋子出来给大家看看 非常简单 原来是这样拉的 还以为有什么感觉 原来是没有的 那就打开它 这个盖子 现在就把包装纸 先看看 就是这样拉 有包装袋 有一个H的标志在这里 袋就在这里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 里面是 这个是什么 有笋子 不知道是什么 写的字 然后呢 就有个 鱼褂 在这里 那现在呢 就 展示一下主角 在里面是怎么样了 先收起袋 好 那这个就是 保护的布袋 那里面就是 今天的主角 Birken 30 这个包包呢 就不是我的 我也不会买这些东西 是家人的 那这次的开箱呢 其实也是被迫的 我也不是很想说 但是呢 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看的 所以就 show给大家看了 那这个就是 今天的主角 这个包包在这里了 那我也是第一次 看到这个包包 那这个有条丝巾 叫什么 叫 叫 Twee Twee 五个 金色的Twee 搭了这颜色 好了 这个颜色很好 可能大家一看就会擇是什么色 这颜色 叫什么 Yutube Yutube颜色 是 LIKE 这个 然后用一条金色的Twee 非常之美的 这样呢 这开箱是没有开箱的 因此ka 保护布,现在先拆开它 现在这个扣向外拉开 打开了,然后到另一边 又是这样拉开它 这是金扣,金扣上亦有保护膜 可以拉开它,亦非常漂亮 这个扣亦有的,亦可以有保护膜 把胶拉开它 然后这块就是保护的皮 好像皮一样,好像羊毛 然后打开它 然后,好像开箱似的,不知怎样打开 这样打开它,收起这条舵 然后拿开它 然后,包包呈呈现在大家眼前 金扣,然后这个叫Epson皮 Epson皮是比较硬的 放在这里,亦都不会塌 怎样摆,形状都在 然后看看里面 里面有些什么? 里面有些泡泡纸 然后,放好这块东西 因为我家人说,他们都不会收起来 不会掩盖它 里面有个小袋 小袋呢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先看看 小袋有个,哇 金色的,应该是H的雕刻 H的锁头 大家都会说的 其实都不会把这个东西挂在这里 因为它会刮花袋 然后又会不漂亮 这个通常都会收起来 然后拖线就收藏好它 把它放在盒子里 看看里面先 里面的内笼就是这样的了 看到吗? 是看不到的 不要紧要 一会儿又会关闭你 然后呢 外面有个小袋 后面呢 也有个拉链袋 这个就是Bergan衣服的尺寸 试试把它盖起来 先把扣扣扣起来 勾住 拧一拧它 那完整整的袋就在这里了 这个袋跟其他的不同 就是这个是一个叫做爱缝 爱缝的处理 爱缝就是那些皮就是看到了 那些线就在外 就是这样摄起来 接着扣起它 那内笼又是怎样呢? 亦都可以有个内笼给大家看下先的 好 那随随随便找到这个袋 这个袋就是Bergan 25的 就是内笼 内笼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的皮就是这样摄起来之后扣起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别 上面是有不同的特色的 这个看上去的感觉就圆润一点 因为内笼的车线通常都是向入的 就包出来 就好像圆润一点 那如果外笼呢 我觉得这个就硬朗一点 这个挺身一点 亦都是挺硬朗的 我觉得挺特别的 那摆出来呢 一个就会是 可能是Girly一点 这个就好像是硬身一点 那大家可能想 哪个漂亮一点 哪个吸引一点 其实都很难选 那不如呢 我就把这个盖起来 给大家再看一次 好 盖好之后呢 大家是不是容易了比较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了 侧边呢 条线就是最大的分别啦 那这个呢 就是向内的 而这个呢 就是向外啦 而这个外形呢 亦都很明显 看到一个三角形 亦都很清晰的 那这个呢 就会圆润一点啦 还有呢 这个是摺痕的 这样包住啦 那再看一下后边 那外笼呢 就真的 比较 硬身一点的 这边亦都可以这样看一下啦 然后放在前面 那我们说 一大一小也都非常难比较 但是不要紧要的 因为我亦都有一个Burken的三十内逢的 那现在就转一转 对啦 话话还没完 一拍一声 立即有第二个包包 那这个就是一样是三十的 那大家比较到一个size啦 那这个是外逢 还有这个是内逢的 那也可以转一圈看一下啦 那看一下它旁边啦 那即使呢 是内逢的话 和三十的话呢 它这个呢 都是一个这样有点杂形 和一个比较松泡泡的感觉啦 那左边呢 亦都是挺身一点的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啦 那后面啦 再旁边啦 那这两只包包呢 那个皮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啊 怎样比较啊 那其实 一样皮就容易比较啦 内逢就是这个感觉啦 一个弹性一点 一个气囊的感觉啦 这个呢 都是那句 真的挺身一点 那摆出街呀 或者是 真的帅仔一点的 我觉得真的不错的 那说完之后呢 亦都讲一下 配货这件事啦 因为大家都非常之了解 买这些包包呢 是需要努力的 那现在就拿一些配货出来 大家研究一下啦 好 那这里呢 就是一部份的配货啦 那都不是算很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家人就说 那些配货呢 是订了还未到的 那约略说一下 它配了些什么啦 那它就说呢 配货就配1比1.3啦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计啦 那可能大家喜欢 Air Max那些 就会计到是 怎样1.3啦 那大家看到呢 就是这个啦 这件呢 就是一个 维巾来的 大家看到 哇 有些炮呀 有些书架呀 然后里面有很多 橙色的盒啦 盒子啦 那些 就是这个pattern 那这个呢 就是维巾来的 那冷气地方都非常之温暖的 那我觉得也都是 挺合戴的 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圆巾啦 那另外呢 就是 家人呢 除了维巾之后 也都有一些衣服呀 首饰呀 那些也都很喜欢拿来做配货的 那第二样呢 就是 这双鞋啦 那这双呢 那是什么鞋呢 我不知道 看看先 白色的 那打开了啦 那有两个保护袋的 那一只袋呢 就是一只鞋 登登 那这一只呢 就是一只鞋啦 那看到 那白色啦 那有些皮啦 那有一个大大个H的logo啦 那鞋底呢 就是这样的 那有些不同的花纹啦 都算是挺有特色的 那鞋底的木纹啦 亦都是挺漂亮的 挺有层次的 那这里的 碎也都挺漂亮的 那那那些奢花那些 我都觉得 真是正的 那我先收起鞋子 好 那说完鞋呢 就说一下Bill啦 Bill也是 比较热门的配货的 选择啦 但是 都不是说 很直啊 好像说那些 选择标那些 不是很暴直啊 我先看看那些什么Bill先 这一只 那这就是其他一只Bill啦 这一只好似说 六万多元 就是这只Bill啦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也 挺特别啊 我觉得 那算是中性点啦 这只Bill就 很明显啦 小小只一定是女仔带啦 这只Bill 这样的 那我觉得最特别是都是这些皮 那说完Bill之后呢 也都是看看这个啦 那这个就是首饰来的 好 打开小小先 那这个呢 首饰叫小Q 为啥叫小Q呢 我都不知怎样叫小Q 应该比较漂亮的 那叫小Q 可能大家喜欢也没办法的 这样的 好 那这里就是一部分的配货啦 那也可以看一下啦 也可以欣赏一下的 那最后呢 也提起了我 就是它还有一个饰物的 就是一只马仔 它说一定要介绍 因为它说很难找到的 那现在就拿一只马仔来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小小饰物啦 那也有个尸带 真的还没开封的 那现在就开了它啦 那先拉一拉它先 打开先 那是包装纸 哇 就是这一只啦 那这一只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啦 平时是看到一只马来的 那这一只不同 这一只有一对翼的 那就是飞马啦 飞马对比一般马仔来说 就是比较难找的 那这个也都非常特别啦 那跟刚刚看到那只马仔 不同 刚才那只纯黑色的 那这个呢 就有不同的颜色啦 有粉红色啦 蓝色啦 还有啡色的 那摸下去呢 都不会太硬身了 我都觉得 怪不得这些女仔会挂在包包上面啦 因为 都不会挂花入袋的嘛 那这个都 嘖 那马仔 英俊的 嗯 好 那讲到那麽多 介绍了不同的包包配货 和不同的食物之后呢 都已经进入夜深啦 那我助手之斗 也都已经去了睡觉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也都觉得这条片帮到大家的话 就记得留言 赞好 和订阅我八阳包的频道 因为我家人就说 他还有很多不同的MS包包 想我去开箱的 那希望下一条片见到大家啦 记得订阅啦 拜拜